我覺得蔡霞所講的那三派不足以鼎立, 不是說勢軍力敵, 而是現在的情況是習近平那一派 是佔額倒性的優勢, 他所謂蔡霞教授所講的中間派, 即是寄分官有分寮, 他將官寮插開兩堆人, 官就是部長級以上的人, 寮就是一般工作人員, 我覺得這一派他沒有政治主張, 所以很難將他歸類為派, 他只是一些執行政令大多數人, 談不上派, 另一個是他講有真正改革思想的人, 現在有真正改革思想的人, 我相信暫時來講不成氣候, 至少不能足以抗衡習近平的滋江新軍這一派, 所以如果一般來講我們分析黨內派別時, 一定指勢力是勢軍力敵才叫派, 但我覺得以他所講的那三個類別的人, 是不足以稱為派, 因為改革派人數, 至少浮出來的人數是不多, 如果他所講的官和寮這兩類人其實是沒有政治主張, 他們只是執行左的時候執行左的政策, 上面說右的時候執行右的政策, 他們沒有一個明顯鮮明的政治主張, 跟改革派有少許不同, 所以就定了我實際上就是習近平的一派獨大, 所以我覺得他提出那八個字, 就是去襲滅共其中這兩個我覺得是非常重要, 不去襲不滅共中國的前途就沒有, 所以我自己覺得現在他所點名的三個派都不足以, 另外那兩個派都不足以動搖習的統戰, 因為為何呢,蔡霞教授都已經講到, 習是能夠利用高科技做到精緻的專制, 甚麼叫精緻的專制呢? 由於有高科技的幫忙, 他能夠24小時監控一些所有他想監控的人, 變成你一舉一動全部在他的掌控之中, 有一套精緻的專制制度, 你怎樣去撼動習近平這派獨大呢? 我覺得就必須有外部勢力, 外部勢力足夠大的時候才能夠使得蔡霞所說的另外兩派, 改革派和官僚派是會感覺到震動的時候, 那才有機會是這兩組人結合起來, 來推倒習近平, 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外部勢力, 外部力量來行動中共的時候, 你想他現在能夠去襲滅共我相當難, 但如果有足夠外部動力的時候, 分分鐘習近平會經不起震動而被迫下台, 是,任志強被重判十八年, 這仍然是習近平要向所有反對他的人, 包括紅二代立一個下馬威, 即是說你班人不要再揭揭我了, 否則你就過得好像任志強那樣的命運, 其實他當時在很早之前他拉習近平拉任志強的時候, 他已經有講過一個內部講話, 他說有無人要推翻共產主義制度我看無, 但有無人要推翻我,我看有,他承認有, 然後他說對這些人來說,我們要怎樣處理它呢? 要當它們是病毒, 當時他講這番話的時候, 武漢肺炎的病毒還在試了中國, 他說我們要將反對它的人, 是幫病毒來處理, 那時候看到他是下定決心, 是要對所有反對習近平的人進行處理, 所以這次重判任志強, 原因就是要將所有太子黨裡面, 反對他的人都當成病毒來處理, 那時候他竟然很擔心這種反對他個人情緒, 所以他繼續在中國社會傳播, 所以他狠判十八令這件事, 我覺得他視之為一種病毒,要消滅他的解, 我想習近平一天不倒台, 是,任志強都很難會出回來, 現在他的勢力,王岐山都被他擺在一邊, 他借用王岐山的力, 剷除了很多他的反對派後, 已經將王岐山升上神台, 所以現在王岐山都愛莫能助, 李克強更無所作為, 所以我覺得這種任志強的命運, 是要隨著習近平的落台才能得到解決, 習近平強硬押制反對的聲音, 他當然希望能夠將所有反對他的人消滅, 但是普通常識告訴我, 壓兵越大,反抗亦都越大, 所以譬如太子黨現在都出現嚴重分化, 很多人都已經公開背叛習近平了, 再下一個典型的例子, 最近相當活躍的徐習詠, 徐習詠都是紅二代的人, 他開始時都很支持習近平上台, 但現在你見他都經常出來說批判習近平的說話, 這些都說明他整個政策不得人心的時候, 儘管大家都屬於太子黨紅二代, 但手有良知的人都已經紛紛出來背叛他, 他當然想將這些全部壓制下去, 但他始終做不到, 因為很簡單的道理就是, 你的政策不得人心的時候, 你無法指將人民的不滿, 勘強用極權的方法鎮壓下去。